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再做一个IT的技术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在画面的下方 Cotlin First 首先说这个说法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到 什么意思呢 Cotlin优先 以前咱们总听说 America First 美国优先 今天有新的说法 叫Cotlin优先 今天咱们就做视频来谈一谈它 首先说什么是Cotlin 我现在很多朋友都知道 它是谷歌公司推荐的一种 来开发安卓用程序的编程语言 今天咱们就来讨论一下 好 咱们先看 首先说这两天 谷歌公司正在美国加州的山景城 举办2019的开发者的大会 今天是第二天 公布了很多的内容 其中就包括咱们Cotlin First的概念 已经提出 同时还有 我简单的看一下 还有Flutter外部版 当然现在还是预兰版 也推出了 然后安卓的最新的版本 Android Q 也推出了 然后还推出一款新手机 叫做Pixel 3a 也推出了 感觉这个内容还真是满满 有机会吧 我会一个一个都给你做出来 咱们一点点分享 今天咱们的视频 首先主要说一下Cotlin 好 咱们看 我这看了一下谷歌安卓的开发者博客 这是他的官方博客 有心理朋友可以看一下 他重点讲一下安卓今后的发展 首先提到的就是Cotlin的方向 我大概看一下 感觉谷歌公司 安卓开发团队 是卯足了劲 要重点推出Cotlin 我觉得如果现在您想学习安卓的开发 我觉得就不要从Java学习了 一定要从Cotlin学起 好的 咱们看一下Cotlin First 首先说Cotlin这种语言 是谷歌公司在2017年的开发者大会上提出 这不两年了吗 这两年成长了是非常的迅速 非常快 而且我身边的好多做安卓的朋友 现在都在用Cotlin进行开发 而且谷歌公司它自己宣称 他说现在有50%的开发者 都采用Cotlin作为第一的首选语言 所以说谷歌一看 现在我这么多APP 而且这么多开发者 都用Cotlin 那么我干什么不把Cotlin作为第一开发语言 开发安卓的语言 所以说他今天 不是今天 是他这一次2019年的开发者大会 就对外公开说 我们推荐大家使用Cotlin作为开发安卓的第一语言 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 谷歌和Oracle公司为Java的版本问题 打的是不可开交 可能还要赔钱 因为是以前Java在三手里 对吧 咱们大家可以免费用 现在在Oracle手里收费了 对吧 而且Java的JDK的服务器版本 从今年1月份开始就已经收费 如果你要想用Java的虚拟机的话 那必须要给他交钱 坏的话说 你用Java的语言 你必须要用Java的虚拟机 若你用Java的虚拟机 就必须要给Oracle交钱 这是一套力量 对吧 谷歌也想摆脱它 所以说它官方首推使用Cotlin 那么同时咱们大家都知道 开发安卓的话 它有一个官方支持的开发库叫做Jetpack 大家应该都知道 今后的开发支援库的Jetpack 也首先支持Cotlin 换句话说 比如说它做一套新的功能 那么这要新的功能 可能要做很多文档 要做很多sample 对吧 那么sample先出什么 现在为止都是先出Java的sample 以后不是了 以后会先出Cotlin的sample 这个我也是非常喜欢 因为以前我也做过关于Java 同时也做过Cotlin的基本语法的教学视频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我真的是感觉Cotlin的语法非常的简单 比Java的代码量少了很多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以前也是做安卓 他就说他用了Cotlin的感觉 他认为代码量 减少了至少30% 而且开发效率也提高了15%到20% 多了一个可以提前下班的时间 不用996了 那么今后安卓开发库的Jetpack 也优先支持Cotlin 同时谷歌公司和Jetbrand Jetbrand是Cotlin公司的版级公司 他开发了Cotlin语言 今后谷歌公司和Jetbrand公司 也会通力协作 来完善Cotlin的工具文档 同时还会要提 还会要推出一些个Cotlin的官方的培训 以及一些个线下的社会活动 也就是说谷歌大力全面要推行Cotlin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因为像现在我们公司 说的题外话 我们现在做系统 因为是Java 从今年1月份开始 因为我们是三台服务器 三个CPU 那么就要给欧洲公司交三个CPU的钱 一年大概多少钱 反正一年大概是五千多 五十五十美元 一百五十美元 倒不是很贵 但是如果服务器量大的话 我们公司这也是一笔费用 这是另外的话题 反正出于考虑 反正我推荐现在要学习安卓开发的朋友 一定从Cotlin进行学习 Cotlin怎么学 不难 我有一套专门讲Cotlin语法的课程 有兴趣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么今后的开发怎么办 是这样 官方 谷歌官方的博客也说了 他说我首推你使用Cotlin 但是挺好 今后您也可以继续使用Java和C++进行开发 这是没有问题的 并不是说 谷歌今天说了 大家请Cotlin first 那你就不能再用Java或者是C++进行开发了 不会 您照样可以使用Java和C++进行开发 也就是说 现在咱们一直在用Java开发的朋友 没关系 您今后的两到三年 您还用它 但是两三年之后 安卓对Java知识怎么样 就不好说了 如果您现在还没有学习用Java来开发 用Java来开发安卓应用程序的朋友 我推荐您从学习Cotlin开始 这就是我今天做这个视频的目的 当然了可能说 有说的很多不到地方 而且有很多关于开发安卓不同意见的朋友 没关系 您能给我留言 咱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好 这个视频就这样 然后这两天可能还有微软的开发者大会也正在进行 然后谷歌的开发大会还要进行三天 我会把我感兴趣的一些信息都总结出来 然后这种视频分享给大家 咱们一起来讨论 对不对 好 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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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